兩名男子蹲坐在地上 臉上滿是慌張 幾名員警則是站在一旁 搜查男子的包包 將包包內的物品一一拿出來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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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打開啊 接著就在黑色的包包裡 搜出一包用白紙裹住的袋子 一打開竟然是一大袋千元現金 員警見證立刻將男子鋼上手鋼 另一名男子則是鋼在牆壁上 完全不敢出聲 自動警方破獲了一起詐騙案件 兩名未成年的詐騙車手 在高雄騙了一名富人 50萬元的養老金 隨後搭計程車北上到台中 接著再從台中轉乘高鐵 搭到桃園 為了躲避警方的追氣 沿路不斷變換交通工具 但警方一路跟肩至桃園高鐵站 在站內順利捕獲兩名嫌犯 身上起出作案用的工作手機 以及現金50萬元 警方在逮捕兩名犯嫌以後 也隨即來繼續追查他上游 隨後在中壢來查獲 他這個上游的許管車手三名 共五人查機到案 不能聯繫為什麼要配人家錢 根據警方調查 詐騙集團以大陸機房來聯繫民眾 說資金有問題需要監管 民眾因此受騙上當 目前警方也將無名嫌犯 移送至警局偵辦 也將繼續追查是否還有其他受騙的民眾 記者朱定龍 宋喬伊 吉隆報導